第六届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 典礼开始 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李晶玉 大家好 我是罗瑞成 欢迎各位今天前来临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 在现场好多新闻媒体的朋友 其实我们新闻人 经常会出席这种典礼 我们在进行采访 不管是典礼还是会议 但今天真的很不同 因为今天是属于新闻人自己的社会 我们不用采访别人 我们就是当事人 我们就是主角 对 所以套一句台语的话来说 就是公亲本宿主 所以当然今天是关于我们自个儿的事情了 那当然这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媒体工作者 除了是社会现象的一个反应的观察 还有报道者以外 同时我们的表现也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 那么社会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这些表现也会有所评价及看法 没有错 所以卓越新闻奖的颁发 就是要持续的不断的提醒台湾的所有新闻媒体工作者 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责任 虽然总的来讲 这个媒体大环境不佳 而所有的记者在工作的时候 我相信也碰到了很多的限制 但正因为如此 能够克服困难 坚持原则和理想的人就特别值得我们来鼓励 对 的确如此 所以为了强调一个社会公器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在现场要揭晓第六届的卓越新闻奖 九个奖项以外 还要颁发第二届的社会公器奖 没有错 不过瑞晨我觉得真的很好奇的是 一个民间的基金会 又没有一个单一的企业集团来赞助 能够一路走到今天 还能够持续的颁发新闻奖 真的很不容易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要来请教卓新奖 创立以来便是不遗余力尽心尽力的 萧新黄董事长 我们有请萧新黄董事长上台为我们致辞 掌声来欢迎董事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又一次我代表卓越新闻奖基金会 所有的董事工作同仁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第六届的卓新奖的颁奖典礼 刚刚主持人说 卓新奖基金会以一个民间的力量怎么办到 能够办到第六届 我想不应该只有第六届 还有第七届 还有第八届 怎么办到的 非常辛苦才勉强办到 那么这都亏什么都亏 所有认为台湾需要有一个卓新奖 来支持来鼓励我们媒体的工作同仁 媒体工作者 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我好像也说到说我们颁这个奖 英文叫做Excellent Journalism 那我们颁的不是Excellent Media 不是那个媒体机构 我们也不是颁给媒体老板 我们也不是颁给媒体行政主管 我们是颁给Excellent Journalists 是工作者 第一线的工作者 那么刚刚说媒体大环境不佳 今年特别不佳 不佳到我们连募款都非常非常非常三次的困难 那么我们还是活下来了 我们希望 那表示这个社会还是需要一个卓新奖 可是有很多人对台湾的媒体很失望 那么这个对媒体的失望到底是对媒体这个企业失望 对这个制度失望 还是对媒体的行政主管失望 还是对媒体工作人员失望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对前者 前两者失望大于第三者 那也就是因为我们对第三类的媒体工作同仁 就是真正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没有失望 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存在 今年的确是很困难的一年 那也因为困难 所以我特别要谢谢所有支持 赞助我们卓越新闻奖的所有的赞助者 在这里谢谢你 谢谢你们的帮忙 那么第二个也要谢谢所有参与 到我们评审的评审委员 那么再一次来帮让我们替台湾这个社会 来决定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卓越的新闻 第三呢 因为困难 所以我们今年不得已把奖金也缩水了 评审审查费也缩水了 那么评审委员还是兴致勃勃 热情不减 来帮助我们选出最好的 我们谢谢你 第二呢 虽然奖金减少了 可是报名的人增加了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就是说 不是媒体企业 不是媒体机构的 我们要去颁点 是工作者 工作者还是希望这个社会 给予他们应有的肯定 好的 新闻工作人员 所以这次突破300件 我们在这里 也谢谢所有在台湾 很辛苦 很辛苦在努力 作为一个好的 新闻工作人员的 新闻同事 新闻工作者在这里 那选举快到了 我们希望 我刚刚所说的期待 是真的 也就是新闻工作人员 能够坚持 他的独立 他的自主 他对自我的期许 不要被报老板左右 不要被电视台老板左右 也不要被 编辑台的长官左右 要拿出你的肌 让我们看到一个 真正好的journalist 选举快到了 我再次讲选举快到了 有很多很多不良的现象 可能都会出现 那如果不幸而言重 第一 第一类的代表媒体的机构 都已经被批评得很惨了 新闻的行政人员 也被批评了 那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又被批评 所以我拜托 我们所有的新闻 新闻工作者 能够拿出各位的伦理 各位的训练 那如果我 因为今年啊 我们有社会公器奖 所以我们就没有 特别邀请 这个专题演讲 那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每两年 有一个新闻 这个社会公器奖 我们希望以社会公器奖的呈现 来再次的告诉 所有的贵宾 所有的新闻工作者 社会公器奖的得主 这样的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比一个专题演讲 一样的有用 一样的有意义 那我综合过去几届专题演讲的 坦白讲 是这个检讨 大于期许 那也就是说 六年来 我们都看到 不管是哪一位 这个专题演讲的 都告诉我们 他们内心中 有很多很多对 新闻 对媒体 三类都有很多很多不平 不满 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最后 也没有忘记要期许 所以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 觉得台湾的媒体 还是有希望 那么也因为 我们觉得它有希望 所以卓越新闻奖 还会继续的存在 所以我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参加 那么我们今天会颁 十个奖 我只知道一个奖 你也知道 那个奖得主是谁 就是社会公器奖 其他九个奖 我也不知道 所以让我们 有一个surprise 那么是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能支持我们 明年 明后 后年 都能够支持 支持卓新奖基金会 能够继续活下去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们 说虽然他们对媒体 很多很多不满 不愿意 但是还是希望 好的新闻工作者 能够得到鼓励 那我想卓新奖 我们基金会的存在 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信念 谢谢各位 谢谢董事长 谢谢 也谢谢董事长 和董事们的 guts和坚持 让我们这些新闻人 在令人失望的环境里面 后面很多入围的同学们 才不至于失望 才能够更有希望 希望职业新闻奖 继续能够搬下去 现场也来了几位董事 我们请他们起身 向大家致意好不好 包括了 肖心黄董事长 还有就是陈品书店的 吴清友董事 您好 谢谢 前政大校长 郑瑞诚董事 郑董事 欢迎 原真法律事务所的律师 黄旭田董事 欢迎黄律师 谢谢各位董事 辛苦了 谈到社会攻击奖的设立 可以说是 卓新奖创立以来 一个非常与传统的新闻奖项 不同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主要是希望透过更宽广的一个角度来凸显出 媒体应该作为社会公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所以这个奖项是每两年颁发一次 2005年也就是前年第一届的社会公器奖 当时得奖是颁发给连续发行25年 台中县都是客家庄的社区 社区报三成周刊 三成周刊 对对对 让我这一个身为客家人 深感于有荣誉 我客家媳妇也觉得很荣耀 真的 所以呢当然呢 重点不是说因为客家人的关系 是因为三成周刊 它得奖提醒大家 台北以外 都会区以外呢 还有一些人很诚恳很努力很勾勒很怕拼 在为整个的社会贡献 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体经营来服务人群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颁发第二届社会公器奖 今年的得主是 以新闻网站的方式来呈现的苦劳网 苦劳网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好像很苦哦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苦劳网的介绍 好 一个发不出薪水是常态 下个月的薪水发多少 要看存折里数字的媒体 这天晚间 是他们两个星期一次的编采会议 领薪水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 其他的特约记者都是友情赞助 不过在苦哈哈的工作环境中 他们的讨论还是很专注 概念也越来越清楚 就告诉他说 比如说你哪一篇其实已经有点像是普通的故事 已经像是报道这样子 然后就跟他讲你下次就可以写报道 我想这个也许以后我们再跑新闻 是让你请大家多帮忙 然后另外这次还没单飞 那就算他单飞的话 他的状况也是说会希望大家能够 在他变态投入的稿子能够给他一些建议 这是苦劳网 一个年轻的网络媒体 它成立于1997年 一开始是收集社会运动相关资料的网站 1998年开始第一篇报道 是统联司机霸使事件 1999年 苦劳网持续关心中华电信事故 核四场建造 凡美农水库等重大摄运事件 他对抗主流说法 及媒体封锁的报道评论 确定了摄运媒体的地位 今年6月进行改版 改变过去以编辑台为中心的运作模式 扩大特约记者的参与 9月间举办第三届铁马影展 及亚太地区国际独立媒体工作坊 今年12月 以长期累积的资料为基础 即将出版第二本《公运年线》 对外界常以网络的小媒体 非主流媒体 或不够客观中立的媒体 来评论苦劳网的时候 创立人之一 也是现任理事长的孙琼礼 有另外一种角度的思考 苦劳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只有把我们的立场 表现得比较清楚而已 比如说我们今天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热身 我们很清楚就是 我们是挺热身的媒体 起码我们在面对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是 希望由社会运动的主体 由他们去发言 而不是由一个媒体 非常非常的强势的态度去 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东西 苦劳网坚持十年的突出表现 今年终于获得卓越新闻奖基金会 第二届社会公器奖的殊荣 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媒体 一个一个新闻基金 可是它很努力地把它提供出来 做一个平台 让社会上关心社会公益的事业的 都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个发言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 这是苦劳网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而长期观察媒体报道的 传播科技老师也多认为 苦劳网报道 除了真正实践作为媒体的责任外 也指出了未来媒体改革的方向 苦劳网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社运团体的这个发布讯息的管道 绝对是通过苦劳网 那也有很多关心社运 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他想要了解社会 他想要关心社会 他在主流媒体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他必须通过苦劳网或其他的公民媒体 来去得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资讯的这一种满足 我们确实需要更多主流媒体所忽悦的事实 那苦劳网他很大的一个价值 固然在他呈现的观点 这个一样重要 但另一个部分是说 他挖掘了第一手的新闻 那这些原创的新闻 我觉得大大鼓足 我们现在主流媒体报道的不足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此他们多认为 苦劳网的得奖 对于现在正在发展的公民新闻趋势 有很大的启示 那也就是 社会除了分析评论的声音之外 还需要更多原创的新闻 更多为弱势者发声的观点 把主流媒体所忽略的声音 重新呈现出来 社会公益才能真正展现 你却经约看完了以上的VCR之后 让我有一个感受是 这个网络新媒体 其实它的力量是不可小看的 而且它能够为这些弱势的族群来发声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呢当然呢 现在我们邀请第二届的 这个公企奖评审赖冬明董事长 来上台为我们说明 苦劳网为什么获奖的理由 我们掌声来欢迎董事长 赖董事长是台湾广告界元老 视野精准 与时俱进热心工艺 有请赖董事长 萧董事长 还有各位评审委员 各位音音期盼能得奖的新闻界 谢谢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能代表社会公企奖的评审委员 来这里向各位报告 几件心得 实在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正确的观念是非常的重要 公正的新闻也很重要 但是能否有公众的媒体来传播正确的观念 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今天苦劳网得奖 我们在评审会当中 我们就找出它的特色 那就是为公众无私心 一个新闻媒体 如果能做到为公众而无私心 那么就是它存在的一种必备条件 想到这里 我就想讲一个故事 日本十六世纪以来 就是由德川家康的幕府 在统治日本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 德川家康的幕府 已经渐渐势力减弱 而受到美国的Perry船长的恐吓 他们也想把过去的关闭思想 守国思想改变 这个时候秦皇派就出来了 那么秦皇派就由西攻东 由南攻北 把德川军打得几乎要落败了 这个时候秦皇军攻到江户城 这时候秦皇军的指挥官 叫西湘龙胜 他认为工臣一定会赢 但是一定会死伤 城里头的六七十万无辜的老百姓 所以他就想一个方法 去面见他的敌人 幕府军的指挥官 叫圣海洲 圣海洲原来不答应 后来他也认为 江户城里头的老百姓 八九十万 生命必须要给予保护 所以两人就见面 两个人见面 各自谈自己的立场 秦皇军想夺下江户城 而德川军想保住江户城 不过历史上就是因为 有这种未公众而无私心的指挥官的出现 双方答应秦皇军不火攻江户城 而圣海洲宣布江户城 两天后开放 城门打开 于是避免了一场流血 两个敌对的将军 能有如此的开城不公 写下了日本不流血的革命的事迹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事迹 是否有一点像这个 那么为公众而无私心 是评审委员认为 媒体存在的必备条件 这一次基金会发函了给 六十位专家学者 以及社会名流 请他们推荐 符合为公众且无私心的媒体 一共获得四十件的媒体 一共获得四十位的推荐 那么我们就从这四十件的媒体当中 评审了二十件 再由二十件 找出了三件 再经过评审委员的首站 找出了一件 这三件 这三件是目击着杂志 东海岸评论 苦劳王 各有千秋 各有值得我们谋放的经营的立场 最后 评审委员 选出来了 苦劳王 各位刚才看到这个影片 可以知道苦劳王 苦心劳力的结果 坚持了十年 值得我们佩服 一个小小的周刊 能坚持十年 新手也不发布出来 而不改变初衷 实在是值得我们 佩服 证则呢 有一个广告 是马达的广告 广告里头就只有那么一个马达 没有其他 但是马达的下面却写 不停 而持续的动作 是最为基本 我相信 苦劳王 是不停地工作 而单纯地 继续做他的 社会的 报道 所以 事尽有成 有志者事尽成 我们佩服他们 今天 苦劳王得奖 我们评审委员希望苦劳王能保持原本的态度 这种态度呢 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威士忌的广告 已经中午了 谈酒应该没有问题了 这威士忌的广告呢 广告里头有两瓶酒 两瓶酒呢 各一半都一样的分量 左边的酒瓶底下写的 威士忌只剩一半 右边的酒瓶下面写的 哦 还有一半 这个酒的广告问你 你要哪一个 所以 我们希望 苦劳王继续做他的 哦 还有一半 我们也希望 台湾的传播媒体 能注意台湾的社会现象 并不是说 哇 只剩一半 还有哦 还有一半 请各位把眼光放在 哦 还有一半那个上面 我相信呢 以后的媒体就不会受到诟病 我相信呢 在媒体上面发布新闻的新闻记者 也会受到遵从 我个人从事广告 我一直很佩服羡慕新闻界 有那么多的奖 吴三连新闻奖 吴顺文新闻奖 金钟奖 金塔奖等等 还有这个酌心奖 我们广告店里就只有那么一个奖 所以呢 奖多啊 实在是在鼓励 这个从业人员 实在鼓励这个行业 祝福各位 今后呢 保持着 那个不停地 单纯的动作 而拆取 我还有一半的态度 为台湾的大建设努力 谢谢各位 谢谢董事长 谢谢 透过来东明董事长 仔细的阐述 让我们知道苦劳网得奖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邀请的是另外一位 社会公器奖的评审 跟媒体的渊源 相当深的前公共电视董事长 吴峰山先生 上台来为我们颁发 第二届社会公器奖 吴峰山先生 与台湾报警解读 前后长期担任资历 晚报社社长 树立改报的改年风格 并且担任了公共电视的 首任董事长 也为公式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董事长为我们简短发言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得奖人 对 孙琼礼先生上台 苦劳网理事长 孙琼礼先生 我们恭喜您 这里请 这里请 恭喜恭喜 好 所有苦劳网的成员 我们欢迎都一起上台 哇 他们的T恤上面写的好特别哦 是写什么 可苦可劳 好 我们再一次掌声来 恭喜苦劳网 辛苦的努力终于得到了 肯定和成果 孙琼礼先生 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 我们请得奖人 致得奖感言 请 恭喜各位 谢谢大家 苦劳网 是以台湾社会运动为报导对象的媒体 也是属于台湾社会运动的媒体 因为我们一直相信 只有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的集体行动 才是改变这个社会的唯一力量 苦劳网也是一个有立场的媒体 在这一点上 我们跟所有其他的媒体 其实没有两样 只是我们的差别在于 我们从来不把公正客观 当作闪避我们实践位置的借口 那我想 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奖 非常重要的 它除了是对苦劳网的肯定之外 它更是对于在传播界相对之下 没有受到应该有的重视的 网路新媒体的一个肯定 那它更是对 受到刻意漠视对待的 社会运动的一个肯定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向所有的评审委员致敬 把奖 社会公器奖 颁给苦劳网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苦劳网的得奖 它其实代表着 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对于公器 对于公益 它的概念是会发生改变的 是会逐渐的移动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些 台湾现在媒体的现象 我想请问一下 自由时报的主管在吗 环保署的一纸公文 可以让你们对一个记者 掉线 掉内勤 最后逼退 如果说一个媒体 它的传统价值 它的社会公器的精神 需要有一个别人口中的弱势 一个另类媒体来实现的话 那其实很容易让人家 想到一句话 我刚刚看到 那个苏正平社长 在文章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在陈其仪的告别事上 张大春在他的晚联上面写下的 《理师求主》也 一场社会运动 一个群众的现场 不去管他的原因 不去管他的背景 不去管他的过程 只看到冲突 哇 这丢鸡蛋 过肩摔 这样子的主流媒体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 我觉得另类的不得了 而苦劳网 不管从他的报道角度 不管从他的内容来看 好像没有那么另类 而今天啊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好 乐生保留自救会 青年乐生联盟 我们的这些同志们 发起了一个包围文件会的行动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领奖 让我觉得有一点惶恐 所以说有些东西 一定要说 文件会 它作为一个 号称专业的国家机关 但是它在面对 在处理 中山南路上面那一栋 蓝顶白墙的建筑物 它叫什么名字 有点难讲 跟一群年老的弱势者 赖以生存的乐生疗养院 它的保留 它在古迹认定上面 它一碰到 政治人物的利益 跟财团的利益 它就开始显得 举止失措 我们的公共政策 是这个样子被决定的 是这个样子被这一群人 在讨论 在一起利益 在行事的 而这件事情 我们的社会拒无所惜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要问 我们的媒体在哪里 在做什么 某种意义来说 网络新媒体的兴起 是对主流媒体 它表现的不满 那么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 这个讲座 它对于我们来说 它的责任的意义 要远大于 它的荣誉的意义 那我知道 今天在座的各位 其实都是媒体界 非常优秀的人 我希望各位 不要让我们 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得太轻松 大家要加油 还有一件事情 当然刚刚从头到尾 听下来 好像 苦达网得奖的原因 有一个蛮重要 好像是发不出薪水 还能够撑十年 那 终于我们现在可能 有了几个月的薪水 可以发了 那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带来了 非常多的定额定时的 授权书 在这边 我们其实要的东西不多 十年走下来 其实我们一直是 走一步算一步的 但是到今天过了十年 我们开始要想 第二个十年的问题 那 如果说能够维持 这一个媒体 它的独立的运作 我们希望用小额 定额 定期的方式 来维持整个的 苦达网的收入来源 那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就现在算一算 大概 第一个是一个 专职的 主编 然后是一个专职的行政 再加上办公室日常支出 大概一个月需要 八万多块钱 目前我们的定额 定时捐款 连这个数字的一半 都还不到 所以说 希望大家能够 踊跃兼书 我们今天带了厚厚一叠 捐款书来 欢迎各位捐款给苦劳网 不只是捐款苦劳网 也把这个消息 然后把这份捐款书 能够带给你的朋友 穿着可苦可劳的衣服的人 你可以跟他要这个捐款书 那我们在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其实担当社会公器 苦劳网实至名归 我们谢谢 谢谢在台上 还有站台的很多小朋友们 谢谢 恭喜你们 我们再次掌声来 恭喜苦劳网获奖 不过就跟孙琼里讲的一样 这个这些荣耀也要归于评审 评审工作是一个新闻奖的灵魂所在 透过评审的用心权衡树立标杆 也才能够建立一个新闻奖的公信力 还有它的专业权威 好不好 让我们现在所有的评审老师站起来 让大家鼓掌向你们致意 评审老师 我们请评审团全体评审 他们是第六届主演新闻奖 以及第二届社会公器奖的全体评审 谢谢你们的辛苦了 辛苦了 那么我们现在请第六届的主寅奖 评审团主席汪秀琪汪老师 来为跟各位代表来说几句话 谢谢 汪秀琴教授曾任政大传播宣院院长 现为现任的公事董事 为打造台湾公广集团谈经节律 我的事情 卓星奖 萧董事长 各位贵宾 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我很荣幸 也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代表评审团的所有的评审委员 在今天这个颁奖的大日子里面来讲几句话 不过在开始讲我的内容之前 我必须对刚刚就是我们的 这个公器奖的这个评审们 至上最高的这个敬意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 除了刚刚那个琼里所讲的 非常的有勇气之外 事实上也非常的有眼光 正如刚刚琼里所说的 一个媒体 事实上是不怕他有立场的 那唯独要看这个立场 对于一个社会的这个进步 是不是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如果说有立场 而这个立场呢 却对整个社会的这个进步 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害的话 那这样的媒体是会受到 所有公民的这个唾弃的 那我们回顾这个卓星奖 今天是这个第六届的卓星奖 那我们看这个卓星奖 他颁奖的这个宗旨 事实上有三个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第一个核心的价值 就是要这个提升 或者是促进新闻的这个伦理 第二个核心的价值 就是要鼓励 这个我们社会上的 这些优秀的新闻的人才 第三个核心的价值呢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这个新闻的品质 那这三个核心的价值 这个促进新闻伦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期待我们的新闻工作者 都能够从专业的这个角度 去做自我的这个要求 不代说法律 或者是别人给你处罚 你从心底里面 站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 然后对社会有好的 我们就努力的来报导 这个是第一个核心的价值 第二个核心的价值 谈到的是鼓励 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这些 优秀的这个新闻的人才 那这个核心的价值代表的是 是我们全体公民对于好的新闻人才的一种期待 跟一种期许 那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提升新闻的品质 这代表呢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媒体的 有主导权的这些老板们 他们对于新闻品质的这个提升 除了新闻记者自己本身之外 媒体也应 就是媒体的组织 媒体的主管 甚至媒体的老板 对于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新闻品质 事实上也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三个基本的价值 虽然它是在一个新闻奖里面所接诸的这个核心的价值 可是我个人看来它是对于我们媒体整体 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提升 那么整体环境提升之后 事实上它是影响到我们整个民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以及国家是否能够提升而不是沉沦 如果说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社会 它的大多数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新闻记者 都已经放弃了对新闻伦理的一个坚持 如果是我们社会上大多数的民众公民 对于我们的这个媒体已经失去信心 甚至予以唾弃 或者是新闻的这个老板 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所坚持的立场 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 甚至等而下之 只是看到我这个媒体能不能够赚钱的话 那么事实上这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期待于这样的一个社会 它能够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或者是 事实上我们目前台湾的这个状况 是比较趋近于不好的那样的一种发展的那种情势 那么所幸呢 在台湾社会现在还有一些新闻奖的存在 那卓越新闻奖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期待说 以上我提到的这三个核心的价值 可以靠几个新闻奖 它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解决 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有这些新闻奖的存在 事实上是对于 刚刚賴董事长所讲的另外那一半 希望这一瓶酒是满的 而不是会逐渐空掉的那一半的 默默的在努力的新闻工作者来讲 是一种鼓励 也代表了我们社会大众 对于新闻工作者的一种 阴影的这种期盼 那我代表我们这个评审团 来跟各位报告 今年 虽然我们每一个奖项 从25万减低为10万 可是事实上 来参赛的这个 件数 不仅没有比去年少 事实上还是比去年多 那刚刚萧董事长有跟各位报告 有300多件 所以评审们 跟历届的这个评审一样 都秉持这个专业的精神 然后甚至我的理解是 各个不同的奖项中间 有的时候 评审们也会争论的面红耳赤 那么透过初审跟决审 这两个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确实是 评审们是确实希望能够符合卓越新闻奖的 这个卓越的这个水准 希望我们精挑续选所选出来的这些 包括刚刚的那个社会公器奖 确实都能够代表 我们新闻工作者里头的佼佼者 而且能够被称为卓越 而可以当得起被称为卓越 这样的一个称呼 那我今天在这边 也希望说 其实我们社会的这个进步跟好 光靠新闻记者也是不够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 那也先恭喜这些 入围的这些作者们跟新闻工作者们 那对于没有在现场 但是他们也默默在为台湾的进步努力的 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也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各位 谢谢王老师 谢谢 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揭晓平面类新闻奖了 不过在揭晓之前 我们要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些 平面媒体的长官 因为长官的莉玲 对稍后的得奖者是有莫大的几率的 是的 首先是要感谢的 中央通讯社董事长苏正平 苏董事长 我们来欢迎他 谢谢跟大家挥挥手 中央通讯社社长刘志聪 刘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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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中央通讯社总编辑 賴秀如 賴总编辑 賴总编辑 你好 中央通讯社副总编辑 庄峰加庄副总 谢谢 中国时报总编辑王健壮 王总编辑 欢迎 还有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 郭崇伦 郭副总编辑 欢迎 杨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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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要有良好的表现 所以主管的这个权力相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等一下如果陆续有一些主管到达现场的时候 我们随时再为大家来补充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日为的作品有哪些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平面类新闻摄影奖 入围的有中央通讯社苏盛斌 作品王金平险遭鞋子击重 联合报留学胜 作品必断恶口 联合报于秩序 作品我不是马迷 联合报陈俊吉 作品双十庆典捉迷藏 联合报曾吉松 作品生机又断 好 平面类新闻摄影奖 我们邀请到赞助单位 新闻局卢副局长为我们来颁发 欢迎您 是的 新闻局从过去新闻奖的主办单位 调整角色成为赞助单位 所以各位来宾应该有看到 会场入口处的国片的宣导短片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拥护国片 鼓励本土的应应产业的发展 你要不要先说几句话 好 请卢副局长为我们揭晓 得奖人陈俊吉 得奖作品双十庆典捉迷藏 恭喜你 恭喜我们恭喜联合报的陈俊吉获奖 他的奖作品是双十庆典捉迷藏 这个作品是摄影者在一个很高的角度 他瞬间去拍摄到了庄严和混乱的肢体运动的场景 好 我们再度掌声来恭喜得主陈俊吉 好 谢谢请副局长回座 我们请得主来致辞 讲一下话嘛 得奖感言啊 通常都要讲的 你可以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还是同事 还是评审都可以 我跟你讲 瑞晨好想得奖 他好想讲 对 我很想讲 我从来都没机会讲啊 对啊 感谢评审 感谢身边每个人 谢谢大家 恭喜您 恭喜 再一次恭喜陈俊吉相当可爱 很腼腆 所以不好意思讲 随宁大哥都比较腼腆一点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平面类国际新闻报道奖 我们请卓越新闻奖的基金会前董事长 杨敦和校长为我们上台颁奖 有请杨校长 有请杨校长 杨敦和校长为卓西英奖的创会董事 曾经担任夫人大学校长 目前领导圣约翰科技大学 2006年并且参与创立了 台湾基督宗教大学的院校联盟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入围的有哪些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平面类国际新闻报道奖 入围的有 天下杂志 肖富源 杨淑娟 姑树人 李雪莉 作品 全球下南洋前进新亚洲 商业周刊 孙秀慧 林正峰 作品 快乐国不丹 商业周刊 王文静 杨绍强 郑城隍 作品 人对了 事就对了 远见杂志 杨玛丽 黄汉华 林梦宜 作品 日本不老革命 中国时报 江静林 陈一山 作品 斯堪蒂娜维亚专题 好 我们现在请邀校长为我们揭晓 请 金丁 金丁 刺激刺激 第六届卓越新闻平面类国际新闻报导奖 得奖的作品是 人对了 事就对了 人对了 事就对了 我们恭喜王文静 杨绍强 郑城隍 其实这个是他们用杂志重点出来的特作总编辑 其实难度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再次来恭喜得奖者 好 请校长先回座 校长请先回座 谢谢 非常谢谢评审委员给商业周刊这样的肯定 也谢谢各位优秀的同业 礼让我们这一席 这次商业周刊去年缺席之后 这次又拿到这个奖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团队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读者一直给我们支持 上一周刊一直希望 用创新赢得台湾社会的支持 就像刚才赖董事长讲的 我们不太希望一直在唱水 说 哇 水那么少 我们希望台湾社会可以看到 说 哇 那个水好像快要接近瓶口了 那我们所以今年用了这个客座总编辑的这一系列的报导 希望带领平面媒体的报导走向一个新的纪元 那我们希望跟世界一流的企业人物 所有的最先进的观念的学者专家 能够跟他们的观念一起接轨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因为不是媒体不愿意做很多正面的报导 是因为他们很担心他们的收视率 很担心他们的阅读率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一次得奖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一期的周刊 就是这个人对的事就对的周刊 卖得非常好 那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我们的所有的制作团队 还有对我们的读者都是一个肯定 就是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带回台湾社会 我们不但能够创造好的销售 同时还能够得奖 是一举数得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业也能够跟我们一样 谢谢 恭喜得奖者 恭喜您 紧接着要颁发的是平面类的新闻评论奖 我们邀请到的是赞助单位 行政院科委会的李永德 李主委 上台来为我们颁奖 李主委出身媒体人 她在两岸开放前便以记者的身份 与徐璐女士勇闯大陆 是台湾第一批千万大陆采访的记者 曾经担任过自立报系的总编辑 李公共电视总经理对酌心长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 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入围的作品有哪些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平面类新闻评论奖 入围的有 人间福报 陈正义 作品 提升文化水准 工商时报 康复明 作品 了解癥结所在 才能真正照顾农工大众 《经济日报》与芷晴 作品 四代风暴的全球化冲击与启示 好 请主委为我们揭晓 主委刻意把这个 眼镜戴上 然后弄得缓慢一点 让大家紧张 老花眼不要看错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平面类新闻评论奖 得奖者 崇缺 主委是真的吗 好像经费很紧的样子 崇缺理由 这个评审要我跟大家念一遍 近两年来新闻评论奖参赛作品 建树过少 部分作品文类格式 又未辅参赛要求 至进入评审作业之作品 建树更为匮乏 入围作品 虽均为立作 为旧其创建 文封而论 是尚有发展空间 基于张贤本奖 树立卓越新闻奖 标杆之宗旨 评室委员会决定 本奖项从缺 谢谢各位 好 我们谢谢李主委 虽然是从缺呢 不过我们还是要恭喜 刚刚三位 获得入围的 入围就等于得奖了 能入围就不容易了 像我从来也没入围过 所以呢 当然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平面类的 最后一个奖项 就是平面类新闻采访报导奖 我们有请吉邦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也是前清大刘炯朗校长 来为我们颁发 有请刘校长 刘校长是中研院院士 旺仲士林 担任清大校长时间 还在广播节目当中 发起过爱心交换活动 相当具有创意 一文我们想几句话 我们有请来看看 今天入围的有哪一些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平面类新闻采访报导奖 入围的有 中央通讯社 徐雅靖 曹雨凡 李明宗 作品 中国倾销下的传统产业调查采访 天下杂志 肖富源 李玉豪 丁佳玲 吴韵怡 黄敬轩 陈明军 作品 全球暖化 台湾不愿面对的真相 经济日报 刘秀珍 林安妮 陈慧敏 林妙容 谢柏红 谢柏红 邱欣怡 作品 世界角落的台商 自由时报 谢文华 黄以静 申会员 欧祥毅 朱友林等 作品 校园医化 中小学 梅前脚水店 系列报导 联合报 唐秀丽 高明法 郭盛恩 陈永顺 谢恩德 黄宣汉 黄黄泉 朱慧如 作品 卖幽定假药追追追 系列报导 好 我们现在请刘校长来问我们揭晓 第六届卓越新闻长 平面类新闻采访报导长 登场者 不从缺 吓我一跳 我先吃定心丸了 登场作品是 中国经销下的传统产业调查产 好 我们恭喜 徐亚敬 曹雨凡 李明中获奖 他们的作品是从毛巾 从毛巾业来破题 接连家具 陶瓷 玻璃 寝具 各行各业 呈现出了现的效果 扩及于国际贸易 好 我们再次掌声来恭喜德降德 德降德 好 我们请刘校长回座 同时请德降德代表来致辞 好 代表致辞 真的是很紧张 非常感谢评审对我们作品的肯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首先先感谢中央社各长官们对我们的支持 这是我们第二年从立法院走出来 去做我们想做的调牌采法 很高兴的去年我们第一次走出去做 有关农民的农产品效忠的采访时 我们也得了一奖 我们得的是两岸新闻奖 今年我们的努力还是得到评审的肯定 非常感谢 那我要把这个作品 献给这些和我们苏妹平生的劳工们 他们其实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希望一样 因为其实像这样的弱势团体 或是弱势劳工们 他们平常的心声其实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但其实他们常常在立法院外 发出他们的怒哄 而我们三位都是在立法院跑新闻的记者 对我们来讲 或者是对大家来讲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立法院的新闻只有口水 只有绯闻 只有打架 但其实那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议题 值得大家去重视 我希望我们这样的努力 能够换得大家去重视 这些劳工们的心声 这些弱势团体的心声 感谢大家 好 再一次恭喜三位得奖者 再一次恭喜三位 就是刚刚 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行政院教育部 台湾证券交易所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银行 台湾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 你知道吗 我在想 刚的排名排序 为什么这样排啊 我想应该是按照这个赞助的金额 来排序吧 这应该是合理的推测吧 我们现在也要请这些赞助单位 起立接受我们的志业好不好 好 我们请赞助单位非常辛苦 也谢谢感谢你们的赞助 富邦的龚天行总经理 还有像新闻局的务部局长 副委会的李永德主委 许盛雄许董事长 还有丽卿的刘董事长 当然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不过呢 如果没有你们的赞助 我想酌心讲 真的要颁发奖金会有问题 所以呢 大家有这句话 若人不若认 若认不若认 每年加码 拜托 拜托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位企业的赞助朋友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广播类的奖项了 那么一例的我们也要请到 这个广播媒体的主管 我们喊到名字的时候 来挥挥手向大家致意 也鼓励一下这些入围者 好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长 陈克允 你好 欢迎您 总台长 欢迎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新闻组长 陈素元 陈组长 欢迎 复兴广播电台总台长 孙伦梦 孙总台长 好 以及复兴广播电台的 节目科科长 李树堂 李科长 好 接下来是复兴广播电台 新闻组组长 高锦衣高组长 欢迎 欢迎 汉深广播电台的台长 龙之龙 龙台长 还有汉深广播电台台南台台长 曾规 曾台长 港督广播电台董事长 陈德丽 陈台长 陈德丽 陈台长 好 用你们在现场的激励 等一下得奖者 应该是更加的欢喜 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颁发 广播类的新闻采访报道奖 这个奖项呢 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 广播类的评审召集人 庄柯仁老师 来为我们颁发 有请庄老师 庄柯仁老师 曾经服务于台北电台 GICRT 是极少数具有广播实物经验的学者 他兼具理论及实物的关照 对卓星奖的评审工作 贡献卓著著 好 对日位者 有没有什么要鼓励的话 好 主办单位 还有各位来宾 我曾经是在广播电台服务过 那也担任过记者 不过我是逃兵 那对于人坚持到现在 那么在不是很好的欢迎之下 继续为我们民众来服务的 广播界的先进们 我还是表示我个人的最大的敬意 包括今天能够很荣幸在台上 来颁奖也是我个人毕生最大的荣幸 谢谢 好 现在 让我们来呼吁大家 刚刚各位如果待会也入围的 不要忘了到入围者 都可以到入口出领取入围的奖牌 入围就有奖牌 如果没领的话都算我入围了 明年记得准时报名 好的我一定 好 好我们来看看入围的有哪些作品 对 这种话题的声音 却也是非常真实的 好事联播网港都广播电台 汪碧莲 成明志 朱正杰 万诚心 何建华 作品 听见台湾生命力 他是一位在台湾定居的菲律宾华侨 平常他在台北光企社上班 假日到桃圆中立的希望职工中心 帮忙办公室修理保养电脑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下定决心要教外劳 学电脑 汉生广播电台台南台 邹秀娟 作品 南方观点 解决台检污染 即可缺少下一代参与 摄影机的取景角度 一再将受害当事人的画面 做特写呈现时 的确满足了记者的工作成就 却伤害了无数优效的心灵 汉生广播电台 陈雅红 张忠树 作品 抢救药引艾滋大作战 当这些村落的老人 还在奋力向大海讨生活之际 年轻人则是努力沉溺在独海之中 而这两年艾滋病毒 更随着海洛因在村落蔓延 行政院农委会台湾区渔业广播电台 范正义 陈英杰 陈彦珍 作品 抢救海岸线追追追 今天早上五点三十五分第九年海洋 大概有六七十公尺近海所在高潜 并且受到南北有劳影响 劳有严重 好 请庄老师为我们揭晓得奖者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广播内新闻采访报导奖 得奖人 五彩章 苏花高系列报导 国会教育广播电台 发电台 好 我们恭喜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发电台苏花高系列报导 五彩章 好 这个作品主要是看好 苏花高速公路 得应否兴建的一些争议 那么非常的简明恶药 但又深入浅出 再度恭喜得奖者 好 我们请大学回座 这个因为公共议题的结束报导而得奖的 我们来听听他的得奖感言 我很紧张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 我可以坐在这里 是我无上的荣幸 尤其我看到评审给我的评语 我衷心的感谢 因为我们的节目被看懂了 听懂了 欣赏了 接纳了 这是我工作最大最甜美的回馈 谢谢大会给我们这个奖 不是我个人得奖 而是我们教育电台得奖 因为文教新闻 有时候人家会说 我们是弱势媒体 我们不弱势 我们只是守着我们的本分 将来我们还是一样 用最细微的声音 但是做出我们最高的关怀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恭喜得主 谢谢 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 广播类新闻节目主持人奖 我们有请SOCO百货公司的 黄秦文董事长代表 徐元智先生纪念基金会 来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有请黄董事长 好 董事长也是媒体人出身 曾经担任过电视主播 表现敬业而杰出 并且顺利转入企业界 深受远东集团董事长的倚重 董事长 你 等一下 没有 我先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 董事长 没关系 您要不要讲两句话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入围的有哪些 好 其实今天代表 徐元智先生纪念基金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心里感触很深 因为站在台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非常羡慕的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媒体产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 也有更高期许的时候 我们卓越新闻奖 每一年在台湾都鼓励着很多 敢于与众不同的新闻工作者 所以今天呢 我代表徐元智先生纪念基金会 来颁这个奖 其实呢 这个奖是一个我很羡慕的奖 但是来不及参加的奖 但是我很高兴 有荣幸在这边 能够共襄盛举 来一起跟大家继续鼓励 这些卓越的优秀的 新闻工作者 因为有你们 我们继续对新闻产业 存在着非常崇高的期许和希望 好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还不要揭晓 我们一块来看看 入围的有哪一些 谢谢 彈器官捐赠 等待奇迹 我们一起为台南市长荣中学 国三的学生陈紫阳祝福 为他祈祷 希望能够奇迹实现 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管中祥 作品 WATCH MEDIA 这个份刊物呢 简单来讲大概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然后就可以撑起这个十几二十页的这样的一份月刊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份刊物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花联台 五彩章 作品 零体罚 还不零 一 二 零体罚政策才刚刚通过 花林县中城国小 就出现了教师打伤孩子的严重体罚事件 产生了许多的冲突 所以今天节目中 我们就与中城国小的案例 来跟您探讨 体罚背后的一些问题 看生广播电台 陈嘉诚 作品 海峡两岸 陆克来台 行也不行 为了因应大陆人民前来台湾 在民国九十一年 将大陆人民依身份别分作三类 陆续开放来台观光 那么这三类是怎么区别的呢 我们听听治理技术学院王正旭教授的说明 复兴广播电台 黄金凤 林奇红 作品 新闻最前线 农村翻转系列报导 最近内政部放宽 抵收入户 究竟门槛 还是照顾不到俊凯 因此他还四处帮他募集医护 至于对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 协会则不收分文 好 我们现在紧张时刻到了 我们请黄董事长为我们揭晓 好 广播内新闻节目主持人奖 得奖的人是刘静华 邱慧玲 岳慧玲 得奖的作品 警广兵盘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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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邱敬华 岳慧玲 恭喜获奖 恭喜获奖 好 他们的主题是死亡成为一份礼物 谈的是器官捐赠的议题 等一下有人要献花 好 好 我们请得奖者来发表感言 请总让可以做 我有发觉可能搜狗牌 或最近周年庆董事长声音有点哑咯 哗哗哗哗哗哗 保重了 好 请得奖者来致辞 我们应该先介绍这束花是谁送的 谁送的 谁送这束花要不要挥挥手 这是我们离职了大概已经有十多年的老同事 他在台北 刚刚前一分钟出现 他在我们面前说 你们一定会得奖 谢谢 谢谢这位老同事 我们为什么会得奖 我觉得 真的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我和静华 我是月灵 他是静华 我们参加过好多好多的奖 单单曾旭白的新闻报导奖 就得过两次 这一次 让死亡变成一份礼物 另类的礼物 谢谢评审 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你们真的太认识景广了 因为 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们在正常节目当中 节目进行当中 我们call in 进来求救的 而且那天我年休假 静华是记者 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有关人的 他需要被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追踪 然后把它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节目 评审 你们实在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入围就已经是很surprise 会得奖太意外了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是一个完全现场没有化妆的 也要谢谢其他入围的同意你们的承让 我跟月灵两个人加起来已经100岁 我们在井广工作了半世纪 我已经在井广做了30年 他也将近30年 谢谢 我觉得评审有一句话写得很好啊 他就说 听起来就像是那么一个永远的老朋友 稀松平常 但是那么的有味道 那么熟悉的声音 我评审真的谢谢你们 你们好了解我们 我可以再讲两句话吗 因为这个节目是在今年4月24号下午 大概就在这个时刻 现场节目我们就接到来自高雄长庚医院加护病房的电话 一个16岁的孩子 他的猛爆性肝炎急需要换肝 希望透过媒体 知道我们是有能力的 可以帮忙 那么很遗憾 我们经过三十多天的报道跟追踪 这个孩子还是走了 但是在报道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台湾地区 在等待器官捐赠的有7000多个人 但是签下器官捐赠卡的只有90多位 我们非常的惊讶 所以 是不是 我们也能够在 大家都有很多张的信用卡 也有健保卡 也有回家的门禁卡 在我们的皮包里面 各位 我们可不可以再多增加一个器官捐赠卡 让死亡真正可以成为一份生命最后祝福的礼物 谢谢大家 谢谢评讯 谢谢 多谢德乡子 多谢 瑞晨他们讲话好亲切 我觉得好像刚刚在听了一场广播节目 默契又臭好 结果听完了以后我的眼眶就翻红了 因为太感人了 不忘了呼吁大家来多一张器官捐赠卡 好 我们继续要进行的是电视类的奖项咯 总共有三个重要的奖项要颁发 不过一例的 我们还是要为各位来介绍 在今天出现在颁奖典礼上的电视媒体的主管 好 首先介绍的是公共电视董事长 陈春山陈董事长 欢迎您 公共电视总经理胡元晖 胡总经理 欢迎您 公共电视新闻部吕东西 吕金 公共电视的新媒体部经理何国华和经理 欢迎 原住民 原住民族电视台台长马少阿基 欢迎台长 欢迎 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副台长 丹奈夫若振 欢迎您 欢迎 原住民族电视台新闻部经理武洛古木 欢迎您 哇 你看到他们没有 都穿着那个原住民的衣服来 气势好震旺喔 这个 TVBS的协理 陈一梅 陈一梅 陈协理欢迎您 欢迎 大爱电视台的新闻部经理 欢迎 大爱电视台的新闻部经理叶树山叶经理 欢迎 大爱电视台发言人葛传复 欢迎您 好 以及人间卫视的新闻中心主任王兴田王主任 欢迎您 好 其实新闻的工作本来就是团队工作 所以主管的调度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们现在要先颁发的是电视类的国际新闻报道奖 我们要请到的是本届电视类的评审召集人 张洪志 张董事长 上台来我们分享这个奖项 有请张董事长 张董事长是自身的媒体人 也是台湾网路媒体的先驱 他创办了PC Home 电脑家庭杂志 成功发展网路购物平台隐影趋势 台风气之先河 董事长还是那么帅 要不要讲几句鼓励大家的话 多到PC Home 消费 是不是 对不起 作为评审的召集人 我该说的话是已经写在各位手上的典礼手册里 可是我刚刚看着看着觉得好像还欠大家一个说明 我们所有的评审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了超过120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 我有五个晚上没有睡觉 我发现其他评审也一样 但是最后我们选出来的入围的名单 我们才发现有一个状态 好像商业电视台入围的作品是太少了 好像我们放弃了他们一样 好像我们刻意去选非常非常独特的 或者是新典的或者是比较冷门的作品 比如说像每日新闻节目讲 我们选到了首语的节目 我们选到了英语的新闻 我们选到了原住民的主语的新闻 我们选了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 但是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主流的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却不在里面 我必须说所有的评审有注意到这个事 也花了力气讨论这个事 我们也明白商业电视台 他们面临的竞争环境 它的空间是比非盈利事业组织的电视台 他们要来的困难的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权术 内心有一个加权 如果有一个作品是来自于商业电视台 它跟非盈利事业的电视台 水准非常接近 我们会更想鼓励商业电视台 那最后结果选出来这样 我们也尽了力 也考量了所有的这些 这些新闻工作人员 他们所在的环境的不公平 那这个努力是做了 这结果目前提出来是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些 评审委员们对 现在的电视新闻环境的一种讯息 也就是说那里面有很多期待 如果商业电视台被选到的节目 少了一点 是因为我们对它还有一些等待 我们没有放弃商业电视台 商业电视台也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奖 谢谢 谢谢 谢谢张董事长 电视类国际新闻报导奖 我们来看看日维的作品有哪些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电视类国际新闻报导奖 入围的有 公共电视周船9 作品 北欧高龄新世界挪威篇 来到挪威南部的退休准备学校 让人认真思考怎么样离开职场 还能维持人生价值 还会为了跟上社会脚步 而组团到街头素食店 观察现在年轻人的生活 也重视教学资源的整合 就像电脑课 因为挪威中小学生都有服务课程 所以常由中小学生来这里担任老师 一周我问他 你已经教了他一周 有没有学习的东西 这些年轻人 你知道什么他说 对 他说 有信心 公共电视王慧文 陈立峰 吴翠琴 作品 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 法兰西的传统与创新 社会党的塞格林和耶尔女士 是在2004年当选成为 这个地区的大区议会主席 也就是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长 主政期间 他誓言要打造一个效率较高的社会 他为承诺不裁员的公司 提供地方援助 在学校实施草根民主 为节约能源的计划提供补助 而时代潮流在变 价值体系也日趋多元 赫耶尔女士能否在政坛 世代交替的这一仗 也成功的推动性别革命 答案很快就要揭晓 大爱电视 王俊富 任祖祥 黄金英 楼亚军 作品 《关怀世界》系列报导之 《双风塔下的希望之歌》 及消失的绿色足迹 这层公寓不到二十平 切割成三个房间 一共住了将近四十人 分别来自九个不同的家庭 他们是缅甸的少数民族 青 在马来西亚 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难民 永远生活在黑暗 惊恐 贫穷 无法预知未来的不确定中 民间全民电视 谢秀琪 林明皇 作品 《金砖之外》系列报导 在写向环升的车阵中乞讨 这些天生地养的孩童 似乎早已习惯人们的蠕动于衷 这个世界知名的商业大城 虽然有不少高楼 但散落各地的贫民窟仍随处可见 让人清楚地看到 云莱享有希望之城盛名的弄买 还有脏乱贫穷 甚至是犯罪和破坏人权的阴暗面 公共电视 吕培林 郑仲宏 作品 《吃在有机 活在有机》 说的这种巴特利利是从阿根廷来的 他贴上了有机的标签 但这片离子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不是在美国政府农业部的认证规矩之下所栽种的 所以就不能贴上USDA这种认证标签 他说他是有机 这是他说的 不是美国政府农业部说的 所以这个离子到底是不是有机是怎么样的一种有机 美国农业部不负这个责任 像这样有机标章买天飞 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困扰 有请詹红志董事长为我们揭晓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电视内国际新闻报导奖得奖人 王慧文 陈立峰 吴翠琴 2007年法国中盟大选 法兰西的传统与创新 恭喜 好 恭喜公共电视王慧文 陈立峰 吴翠琴 恭喜 为了要做这个专题 他们花费了有四个月的时间采访的策划和联系 这个专题总共做了有十四集的报导 也真实呈现了法国社会的最新脉动 由陈立峰代表领奖 由陈立峰代表领奖 王慧文 王慧文 恭喜 再次恭喜获奖 请总上回座 那么请得奖人发表感言 谢谢各位评审老师 上来得这个奖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 比跟法国总统候选人讲话还要紧张 我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 我把报名表跟申请说明书寄出去的那一天 这个奖就应该是我的 我今天把我妈妈请来了 我对这个奖得奖的 就是有这么样高度的自信 妈妈要不要上台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呢 来 既然来了 妈妈很重视这个奖 来我们请王妈妈 起立挥挥手好不好 起立挥挥手好了 我妈妈是个大家口中的死老百姓 所以她并不晓得这个奖 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重要性 所以我打了两次电话给她 第一次她 哎呀 这什么东西啊 我不要去了 第二次我 两个小时以后 我又打一次电话给她 我说妈 你一定要去 你要穿的那个好像要吃喜酒的那个衣服啊 通通把它穿起来带着穿着去 为什么 我想跟我妈 我想说 我还没有机会 请我妈妈出席结婚典礼 那好歹先来出席一个颁奖典礼也不错哦 两个典礼事后都是有钱可以拿的 我要谢谢公共电视哦 如果我今天不是在公共电视服务的话 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做这样子的采访的专题 把一个国际性的议题 现场的传送回来给我们的观众 而且打破所谓的Rosie Glasses 看法国这个国家 法国这次的大选哦 是近50年来他们最重要的一次 世代交替的一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他们正在进行的反抗 他们也在有社会的阵痛 那我好好奇 法国民众四月五月的时候 所做的这个决定哦 接下来会怎么样的演变跟发生 是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民主化来讲 具有非常高度的意义 所以公共电视在我去年年底 提出这个案子之后 我的长官余嘉章先生 呂东西先生 陈生青先生 对这个案子的大力支持 我非常的感谢 还有这个案子 就是相信平成老师大家看到 我们采访到非常多 法国政治界 社会界 学术界 文化界 艺文界 甚至是农民 农工领袖 这些都不是靠所谓的 驻外代表或者是 官方的关系所达成的 也就是说 凭借着民间的力量 如果台湾的媒体要走出去 是绝对可以办到的 我们不需要矮化自己 另外我要感谢哦 我写了一个小字条 我怕我还忘记 这个案子 从我提出来到执行 将近六个月的 准备时间跟筹划过程当中 我要非常感谢 以下几位人士 首先是我们文件会的 法籍顾问 Subastin Cavalier先生 他在有关人脉方面 给我很大的帮助 另外还有就是 台北大清真寺的 马孝琪 马教长 马先生他也是 每次打电话去请教他 有关伊斯兰教的问题的时候 马教长总是不厌其烦的 给我详尽的解答 另外呢 还有法国在台协会的 林淑满 林小姐 林小姐也在现场 我相信作为一个新闻的工作者 如果你在接触跟采访 联络事情的时候 有林淑满 这位小姐 这样子的协助跟帮忙的话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恩惠 林小姐呢 她在过年前接到我的案子 看到我们的企划书之后 林小姐也说 我晓得慧文你这个案子 对台湾社会跟民众 了解法国的国情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非帮你不可 以上这位这些人士呢 就是我在这个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给我背后最大支持的顾问团 我的Private Consoler 另外呢很遗憾的 我要在这里把这份荣耀 跟一位在那个入围的那个名单书上面缺席的人 我脚的照片啊是跟他合照的 没想到还是被主办单位给卡掉 只是要我个人的大头照 很不好意思喔 这位人士呢 是我三月份开始 他答应要接这个工作之后呢 我们就不断的 针对我们要采访的主题跟对象 跟行程 进行各式各样的沟通喔 等我四月抵达法国 大家要知道 我实际上在两个礼拜 十四天的时间 跑七八个城市 法国是周时三十五小时的国家 我两天半就把他的quota 一个礼拜的quota用完了 这位先生从来没有一天 跟我恶言相上 或者说 Hey Nicole Overtime Underpaid No 我要谢谢这位 同时也要把这份的奖喔 跟这位 十四天的采访行程当中 对我们的整个帮助 采访工作 贡献最卓越的 工作表现态度最专业的 法国的纪录片工作者 Mr.Julian Hamlin 共享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如果没有他专业的工作能力表现 老实讲 我这个采访案子 可能第四天就要打到回府了 另外请容我 跟我的长官们讲几句话 长官 你那么多长官 你那么多长官 是不是长官 公共念事我知道今天 来了很多喔 长官 八国联军打了喔 不要再让我家家里 守四行仓库了吧 谢谢各位再见 好 这是他们的密语暗语喔 好 好 可以请 可以 喂 其实 拿这个奖啊 没有太多的喜悦 因为我第二届就已经拿过了 不是我太自傲 因为今年我犯太岁 我去法国 采访到剪带子完毕 是我人生的低潮 昨天到今天是我今年的高潮 我昨天通过我的论文口试 恭喜立峰 谢谢 那为什么去法国采访这个是我的低潮 因为我们没有友台采访 采访团 八个人的采访团 没有三百万的预算 就只有我和我的partner 两个人六十万的预算 结果回来也是 也是为了报一些账 我自己也垫了很多钱 那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我不熟悉行政作业啦 但是我最后还是希望 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 还有新闻平台的负责人 陈副总 以后你还是要支持我 谢谢 好 谢谢 很有趣的两位得奖 对对对 不过能过奖 也有一点奖金不无小谷 不够的在内部解决 好 但现在要介绍的是 现场来的一位贵宾 是中华电信基金会的执行长 徐璐女士 徐执行长 站起来跟我们挥挥手好不好 来跟大家挥挥手 谢谢您 欢迎您 好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电视内的新闻采访报导奖 我们有请 仁宝电脑的许盛雄董事长 来为我们颁发 有请徐董事长 徐董事长 曾经担任电电工会理事长 谈吐风趣 热心工艺 是广受敬重的企业领袖 是 董事长 要不要今天说几句话 我们让气氛紧张一点 大家期待一点 基金会萧董事长 还有我们在座 各位媒体朋友们 各位企业先进 大家午安 午安 每一年这个时候其实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我觉得非常兴奋 因为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 有没有这么多 关心媒体发展的 更重要就是 关心台湾发展的人 奇迹一趟 尤其刚刚 很抱歉我迟到 是因为刚刚我开会 我一直在想 坐在那边我一直在想 我说如果365天 都像现在 都像这个时刻 这种气氛 这种真诚 这种温馨 这种互动 有多好 因为事实上 这几天我都参加 也看到我们很多的节目 其实包括我们的采访 包括我们制作的水平 真的是朝着一个 卓越的方向来前进 这个礼拜二 刚好我在全国经营者 产业发展大会里面 做了一个演讲 当时在谈创新 其实我刚刚坐在那边在想 我希望 其实我谈创新很简单 虽然我那一天 谈了90分钟 包括了90分钟 其实创新 最重要当然是很多的历程 很多的idea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创造那个价值 如果没有价值 这个创新 应该只不是一个idea 一个创意而已 其实每一个 这个内涵 我们每一个项目 都创造了它应有的价值 因为它展现了我们的努力 展现了这个努力 后面所要展现的这个内涵 那种用心度 那种被感动的 那种足以作为社会表率的 其实这才是我们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发展 可以生存 非常安定 非常和谐 大家充满的希望 充满的艳景的一个环境 真的很高兴 那么能够有这个机会 再次呢 一个平民百姓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的协助 让这个社会更健康更美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董事长您客气啦 对啊您是大企业家 那董事长您先别急 我们通常要制造一点气氛 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入围的 到底有哪些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电视类 新闻采访报导奖 入围的有 原著民族电视 比数一马绍 威公拉勒格案 作品 当部落遇到国家 我们的主席到现在我们 我们都还没有跟你们打过签约 我们还没有给你们打过什么任何的文字 你们是抢夺我们的徒弟 我们是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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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被告 因为部落集体决议要封倒局幕 现在却站在火线上 面对法官的审判 中华民国的法律 就像一支枪 顶住他们的额头 公共电视 林真汝 郭俊玲 林静梅 陈柏渝 李杰玲 蒋宗玉 作品 后山路条条 蘇花糕系列报导 发产业政策及观光配套 机场及火车站 没能完成繁荣花莲的梦 如今再度把希望寄托在蘇花糕上 但光靠一条930亿的公路 真的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吗 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 各种产业都可能进驻花莲 也意味着污染可能随之而来 土地分区使用政策 如何保护这片无毒净土 在运输需求跟环境生态之间求取平衡 我们准备好了吗 民间全民电视陈嘉宜 苏奇发 作品《环平的真相》系列报导 目前各级政府的环平委员 除了有三分之二是专家学者之外 三分之一是政府官员 環保团体质疑 这三分之一根本就是铁票 他们不应该参与投票 因为这样子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绝对不敢违逆上义 13年的环平法实施已经有13年 为政者不断高喊尊重环平 难道我们看到的这些 就是环平的真相 公共电视 吴东木 罗盛达 李琼月 张晓莹 张学荣 郭俊玲 于荣宗 周明文 许忠希 作品《乐声拆迁争》系列报导 威力冗rik 這個tit上讲 龍二人亲特isa行 攝影住 Comment você views ?! 保重点 technologia 今天已经造成我们心理上的阴陋 我们地牢上的困境就是 捷律 为了热声 我们愿意等 但是已经等了三年 我们还要再等一年以上 还要再等下去吗 警察热声 新闻北线 社会封由 我心里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公共电视李琼岳 周明文 作品穿越中恒二十五境地 陈北燕乡长告诉我们 六零七零年代的黎珊 除了带动国外旅客来台湾观光 黎珊的水果在那个时候推向了国际 今天他们希望赶快打通中恒 是因为泰雅族的乡名 需要一条回家的路 政府部门可能有时候会爱一些政治上的 或者是为了选举 或者是因为政治人物 他们为了选民的压力 然后就一定要通 但是我认为说 中恒这个真的不是说通不通的问题 而是通了有没有用 通了有没有价值 好 我们现在请徐董事长为我们揭晓 好 恭喜得奖作品《环凭的真相》 陈嘉宇和苏启发 好 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探讨国内的重大建设 在环屏上的制度性缺失 也充分彰显了媒体报导监督公共议题的价值 好 请同样回座 我们请得奖者嘉宇为我们致辞 其实呢 致辞前你没关系 你慢慢准备我讲一下 刚刚我们同事进来的时候 我就预估他会得奖 但是我没有做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名单 所以嘉宇加油 谢谢大家 这也是我跟舒启发的第二座卓越新闻奖 但是我跟陈立峰不一样 其实我们想我们还是非常的兴奋 而且非常激动的领这一座奖 那因为舒启发有一些事不能来 所以由我代表 我想有一句成语叫做突破重围 在所有入围者都是公广集团的环境下 我想 虽然我以前也是公事的 但是我想 能够走上台来领奖 是一份幸运 也是一份光荣 特别在商业电视台的环境下 到底要大家都在说商业电视台的新闻如何又如何 但是今年光是民視新闻台 就已经夺下三个入围的奖项 我想这个新闻团队已经用他的行动来证明 如何突破重围 能够做好优质的一个新闻专业频道 感谢民视的公司可以给 包括像民视一言堂等杂志类型的一些节目 在民视的新闻频道 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经营 那感谢民视新闻部的经理胡婉林小姐 其实她常给我们一些非常多的鼓励 还有感谢我们节目中心的制作 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一言堂制作人张平 平常虽然常跟你有一些意见上的争执或大小声 但是我想我在民视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制作人 最后我也把这份荣耀 虽然讲座还是放在我家 但是还是把这份荣耀 献给常年为整个台湾的环境政策议题打拼的人 特别是在重重的政治跟经济权力包围下 他们的声音有可能甚至被压抑下来 那我希望把这份荣耀可以献给他们 那今天非常的谢谢评审 还有各个长官的支持 谢谢大家 好 恭喜佳怡 接下来颁发是今天最后一个奖项了 是电视类的每日新闻节目奖 在这个每日新闻节目奖揭晓之前呢 大家或许对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好奇和陌生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这中间的演变历程 是有一点小小的复杂的 您细着从头 好 这个奖项最早叫做电视新闻主播奖 瑞臣您还记得吗 对 因为我每年都去报名都没得奖 当然所以记得了 第一届第二届有得奖人 第三届第四届就从缺了 我就是从缺里面的名单 真的 从缺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后来因为珍学了各方专家的意见发现 其实评审也很难哦 因为一个好的主播要播一个好的新闻 这个背后除了当然主播自己功不可没之外了 是 他背后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有贡献的团队 为他来制作一个好的新闻 所以呢正式的从这一届 我们从去年叫做每日新闻播报奖 而改为叫做每日新闻节目奖 就正式的把这个奖项从一个个人的奖项 转变为一个团体的奖项 而由制作人来代表参赛人 哦 所以听您的意思看样子呢 我们干主播这一行哦 得要思考一下自己的专业跟角色 所以讲明白一点 就是主播不能当读稿机 对对对 有慧根 对对对 那所以明年应该就可以得奖了 邀请那个胡婉玲主管啊 要先升你当制作人 懂吗 所以你已经为这个得奖准备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制作人了 恭喜你啦 先预祝你得奖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接下来有几位其实是还蛮新鲜的 这个入围者 我们先要邀请到的是副邦金控的 龚天行总经理 来为我们揭晓这个奖项 好 可请总经理 副邦金控总理长 蔡明忠先生 与夫人陈叶玲女士 自卓星长成立以来 及不断的大力支持 龚天行总经理 曾经获得国际专业杂誌 评选为亚洲区域的金融业 最佳的财务长 也深受董让蔡明忠先生的倚重 有没有什么话要代表 讲两句好 董事长 各位来临的贵宾 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副邦金控 到这边来颁发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我刚才看了一下 在赞助的名单当中 目前有11家上市的公司 我们副邦金控 其实也不能够说副邦金控 应该说我们的董事长 跟我们董事长夫人 是卓越新闻奖的创办人之一 那么他们从第一届一直到第四届 都是以他们个人的名义 来赞助这一个奖项 那么从两年以前 我们金控 就开始以公司的名义 来赞助这个奖项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能够看到现在已经有11家的公司 愿意来共襄盛举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 这个不晓得这个赞助的排名 是不是跟这个金额有关 我想我们非常希望 以后不见到我们一定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们很鼓励这个现在参与的 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参与的 能够更愿意来为这个奖项来贡献 那么使得我们台湾的整个新闻媒体的水准 能够更加的提高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工总经理呢 刚刚已经讲了 已经解开我们的谜团 好 当第一名也很好 好 继续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入围的名单 第六届卓越新闻奖 电视类每日新闻节目奖 入围的有 公共电视晚间新闻 代表人黄明明 第一架CI-120机型式波音737-800型的客机 在台湾时间上午9点半 已经安全降落之后 引擎突然冒烟起火 机组人员立刻疏散了157名旅客 但是在他们离开不到几秒过后的时间 飞机就爆炸陷入了一片火海 原住民族电视族语新闻 代表人米江 我们也用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 来听听部落族人的心声 好让我们都会的族人 或是相关的单位 能够知道目前部落的这个情况 而且进而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灾害 没错 原住民族电视晚间新闻 代表人 Kolas Yotaka 行政运会曾经表示 关系到原住民族自治 还有土地权的四项原机执法 要在今天也就是7月31日之前 就要送交行政运会来进行审议 所以继续首先要带您关心的就是 原机执法的立法进度 民间全民电视英语新闻 代表人张嘉欣 公共电视手语资讯站 代表人程修林 中国时报报导 交通部观光局公布的 今年旅行业最新营运状况 总共有20家旅行社有问题 其中三合旅行社停业 全通旅行社以及传出倒闭的 一全旅行社 则是废止旅行营业执照 好我们看到这个入围名单 是民事的张嘉欣 要挑战公广集团的众多候选人 原名台也是公广集团的 对 好我们请公总经理揭晓得奖人 我们看看民事是不是再一次 能突围而出啊 每日新闻奖的得奖作品 是原名台的晚间新闻 恭喜得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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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恭喜你 而且今天一进来就好有信心 来我们请公总经理揭晓得奖者 其实我也沾一点光 以前她是我同事啦 好恭喜 好我们谢谢公天行总经理 恭喜得奖者 你请回座 我们请得奖人至于敢言 我是新闻部采访组的组长 我是晚间新闻的制作人 请大家跟着我拿出今天的典礼手册 大家赶快看你们手册上的四十六页 好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教大家那一次 Gulas是我的名字 我是Yutaka的孩子 这个是我的名字的由来 我的血统来自Harawan 我是班扎 就是台湾的阿美族人 这个是大家认识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步 跟着我一起来这个姓名学的教学 新闻部呢 我们的新闻部有大概 应该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的同仁 都是跟我一样 来自台湾各个族群的原住民 今天我非常荣幸可以代替大家 一起来领这个奖 因为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 是属于我们里面的编辑文字摄影 还有导播副控组 还有在座的今天跟我同样入围 这个奖项的族羽新闻的制作人米江 还有我们的各族的族羽主播今天都在现场 原始新闻第一次参赛就得奖 要非常感谢那么多位评审 真正看见了我们的付出 还有用心 要感谢台长马少 还有副台长Denev 还有我们新闻部的经理烏洛蔡富蓉 你们给了我非常大的空间 来调度来管理采访组 让我们有非常多的创意可以自由发挥 这个奖也是属于你们的 大家可能想像我们的新闻部 只有在台北只有八组文字跟摄影 在地方只有六个单机 但是各位评审所看到的这两集 一个小时的新闻 在台风期间我们做了两个小时 这个是大家努力来的 我今天非常非常想要站在这里 不是为了想要得这个奖 坦白说 因为我想透过镜头 跟台湾所有的同业讲几句话 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同业 今年我们的指定的作品 我们挑了8月18号 这个是应该说基金会所指定的一个日期 这个是台风的新闻 我要呼吁大家 请尊重原住民的新闻 因为我们的记者在外面 就是在这一天 或是在17号 我不太记得 我们的画面被某一家同业拿去使用 他跟我们的地方记者 靠这个袋子 然后拿回去之后 说这是最新独家 然后画面提供的是当地的居民 我们的记者觉得很受伤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就是今年的好茶饱受严重的风灾 那其中有一个画面大家印象很深刻 就是好茶的族人不顾这个河流 湍急的河流回到自己的部落 其中还要被这个河流差点冲走 这个是我们的记者拍到的画面 但是各台不断的转高 那各家媒体也都播了 但是都没有说画面的来源是原事 我们的记者很受伤 那每一次风灾的时候 原乡都是很多媒体跟摄影机 所最关注的焦点 明星灾区就是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灾区 摄影机不断的focus在某些严重贪方的路段 或者说某一个路段大水不断的冲刷而下 有去过午风的人大概也知道 这个画面不断的重播 当然原乡需要很多资讯 我们必须很多需要外界的协助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很不知道 我们的部落的族人 特别是乡长 村长 有盖民宿 有种果树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也非常担心 因为媒体的大量的传播 会让大家不敢再上山了 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危险 非常可怕的地方 很多人因此这样子的生计是中断的 那我希望可以 请很多的同业听听我们的声音 请不要再用那么强悍 强势的镜头语言来描述 我们族人的生活 希望大家可以尊重原市的记者 尊重原市的新闻 尊重台湾的原住民 我们不是一个弱势的族群 我们是非常强悍的民族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最后请容我非常自私地 非常自私地在这里 感谢我已经过世的祖父母 对我的教养 感谢我的父母 每天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 只为他们的女儿在里面上班 然后要感谢所有在新闻部工作的同仁 所有支持原市新闻的人 谢谢大家 好 再一次恭喜得奖者 他这段谈话真的是很感人 也充分的为族人来发生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族群 彼此间的尊重 那第六届卓越新闻奖的颁奖典礼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整个新闻的工作 其实永不止息的 而且得奖是一种新的动力 所以呢得奖之后回去 一定要好好的工作 更加勾来更加打拼 把这个新闻做得越来越好 那么相信呢 我们卓越新闻奖就越办越好 大家呢 这个拿到奖就更有意义了 也大谢谢所有与会者的参与 也恭喜所有的得奖者 拿走了奖杯 但是入围者不要忘记你也有奖牌喔 稍后的茶会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 在新闻专业和伦理上互相 切磋交流 彼此交流 希望所有的企业界朋友们 能够持续的来支持卓越新闻奖 让我们一同来推动 新闻伦理的理念 对 不会因此而断 要推动下去 对 而且我们非常谢谢今天的贵宾 现场有很多的赞助单位 还有贵宾 来到现场 请你们待会留步 在现场我们有一些餐点 也请大家来享用 再一次感谢